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晨不到又要起床 即使是生病 他也是能忍责任 但很多时候 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尤其是对于一个工作 负担如此之重的人 由于此 他正在批阅重要资料 突然感觉度得很不舒服 仗得十分难受 他这样已经好几天了 但他一直忍着没说 总想着明天就好了 可是按照目前的状况 继续这样下去 一定会影响过几天的外交访谈 于是他便找来一个老中医帮他看病 老中医表示 这是总理日夜操劳 经常三餐不定食材导致了消化不良 也不算大病 只是要多注意 随后 老中医便给他开了一个名叫宝盒丸的中药丸 说来也神奇 很快总理的病就要到病除了 其实这个宝盒丸 并不是什么十分珍贵的药 它的成分就是一些山楂 半夏 陈皮等很容易买到的药材 这次事件之后 本就偏向中医多一点的总理 更是说 咱们的中药 并不比那些西药差多少呀 这个叫宝盒丸的药 并不是老中医自创的 而是来源于元代的一本古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丹西心法》 它的作者就叫朱丹西 是当时有名的医学专家 这本书详细地记载了数百种病症的对症药材 对于现在十分有研究价值 其中宝盒丸就是一种 它本是元代的书 因后来发生战乱逐渐失传 元主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直到近代时期 他被人发掘出来 辗转到了这个老中医的手中 自从周总理使用过这个宝盒丸之后 他便想要将这个中国的古老药丸发扬光大 他说 这样好的药丸子 可不能就被西药给埋没了呀 从里让老中医将这配方拿到政府的医药部门进行研究 确保没有问题之后 就开始全面推广 现在 这种药在各大药店都可以买到 我们在吃了油腻腻的餐点后 可以用它来舒缓自己的肠胃 一定会用它来 你不要有个肠胃 我可以用它来 你不要有一个肠胃